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淵 欢迎来到阿淵生活理财 我已经收到了三阳工业的股东通知书了 我们来看一下三阳工业这次 他这边就已经写了会发纪念评 这一张不是 这第几 我们来看第三年的部分 你假如说要亲自出席的话 一样就在这边签名盖章 就可以领股东纪念品 然后你这边有看到吗 贵股东如您亲自出席 请右边出席卡盖妥印件或签名 然后报到即可 那假如说委托他人出席 你就要在背后签委托书 然后 请那个人委托的人 然后到场 那领取纪念品的部分的话 这个真空环保随心杯 含布套 等下阿淵去领看看 一样看一下 他说持股会买一千股 除非 股东亲自出席股东会 或用电子方式行资表学群 得领取外 本公司不予发放纪念品 意思就是领股的部分 他可以 去领 那照阿淵上次的讲法的话 一样去找可以帮忙 带领领股的 据点去做 去做办理 去拨领股的那个领取的办理 一样可能大概负15块 18块到30块 这之间 不一定 每一间 委托的地点都不一定 那这边征求人他有一个国票综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他要持一千股 也就一张的部分 到 6月21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21 都可以 到国票的综合证券有限股物代理部 大家在台北 或者是另外一间全通 这次他有委托全通 所以你看全通的全省征求场所上网去查就知道了 他这边有写 他会视状况提早结束征求 所以要越早换 比较换得到东西 他这边要注意一下 那再来部分你假如说是要亲自出席的话一样 出席签到卡至会场出席并领取纪念品 这是亲自出席的部分 那你刚刚看到领股部分这个就是 委托的他们据点他们会依照这个6月29 30然后7月3号 会带着你的卡通知书 然后并且列印那个 或列印电子投票确认单 择一 治康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物代理部门领取 意思就是那些帮忙代理领股的人啊 他就是 你委托给他的时候他会在6月29 30 7月3号 持这个开 开会通知书 直接到那个一般不会列印啊 一般都不会列印直接哪里的通知书 直接去到这个 康和的综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这边去领取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 他其实开会的部分 他还没 他开会的时候 因为你看 他这边那开会时间是6月28 所以通常 领股的部分通常是超过开会时间 你看这边写的6月29 30 7月3号 这几天才能领取 这领股的部分给领股的部分去领取 所以相信日后的话 喜欢山羊的 觉得他发了他的纪念品还不错的话 可以去用领股的方式购买领股 一样 虽然他股价现在变得比较高一点 一样想要领取的话 就要买领股就可以了 只是等的时间会比较久 到6月 这里 一定是超过那个股东 开会的时间 在6月29 30 7月3号 差不多那个时间之后才会拿得到 这是领股的部分 我们来翻到背面看一下 背面第四连的部分这边就写到了全通的部分 大部分你在网络上都查得到 他这边有台北 新北 桃园 新竹 台中 彰化 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这些都有 但是 你可以上他的网站这边也可以 加他的赖也可以 应该都 加他赖可以询问他 都OK 他基本上全省都有 不局限这边 不局限这张表上面的 另外这个 山羊工业的部分 他另外国票证券这边的话 你一样可以到 这里 这边去领取 国票的 国票证券的部分就在台北的松山区 然后 就这个据点的有 国票的话就只有这个据点 全通啊建议还是去全通 但是他整股的部分就一张 年看完之后他这个开会通知书的一些内容 好我们主要是来到第6年的部分 第6年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要委托的部分要去那个全通的话 一样在这边 签名盖章 这边有一个委托人股东 签名盖章 签名或盖章就可以了 带着这张第6年就可以领取那个 去全通就可以领取股东纪念品 那就这样那阿渊等一下要过去领取 就这样了 拜拜 等下开箱给大家看 拜拜 阿渊已经到了那个 新民书局 他是全通的 这边有一些全通 那我现在要去领取那个 山羊工业的那个股东纪念品 好我是阿渊 我已经领到了那个山羊工业的那个股东纪念品 他这次发的是真空 环保随形杯 布套的部分 他的那个 900ml 容量还蛮大的 算蛮大一个 好回去再做一个介绍 那就这样 哈喽我是阿渊 我已经来到那个 山羊工业的股东纪念品 但是这个牌子的 我不知道怎么念 LYNX 20 长得有点像一只 这是什么 猫吗 猫头鹰 我也不知道 不管他 那真空环保随形杯 他腹部套 但他容量还蛮大的 900ml 看一下 总代理微信 OK 产地 一样是中国 没有写其他东西 哎哟 在这里 将美好留在你的生活 好 他这边名称是真空环保随形杯 帮部套 型号是LY1790 杯身他说材质的话杯身有内胆304不锈钢 外壳是表面摩擦经电喷塑 上盖PS加PP加速细胶 然后部套是潜水衣部量 OK 尺寸的话是直径100mm乘上高200mm含盖子 OK就是 10公分乘以20公分 然后容量是900mL 他里面是真空的断热不锈钢材质长效保温保冰 内胆一体呈现感觉还不错 两用杯盖 吸管口或直引口 真空杯身 大口径射击OK放入手摇冰引杯 使用更方便 OK他是说第1次使用的话要记得 先用中性的洗剂将内外仔细清洗干性然后装热水低于杯盖 2公分 然后 诶奇怪 他写到这里哦他是说 装热水的时候请低于杯盖下的2公分 然后第3的话就是当然就不要掉落嘛就会影响保温效果OK 然后长时间不用的话保持干燥OK真空断热装热水要小心使用 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啦那我们等下来开箱看看看他里面长怎样 然后外观这边的话有贴上山羊工业 很明显他就是买这一家的东西然后贴上自己的 贴纸 山羊工业 哦 长这样 哎呦 哎呦 差点掉下去 好 好我已经把他拿起来了 他长这样子 那布套还蛮厚的啊属于保护型的保护这个 杯身的部分 避免撞击的时候产生一些 凹痕然后损坏 那他是有一个算是 有附一个提提 手把提把的部分可以提起来这样 不过他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这个有点松 我刚弄了好几次 容易掉 他要把这个是一个提把把开关 把解开了他是做一个扭扣型的那种动作 按采按压式的压下去然后抽出来这样子 然后这是盖子的部分 哎呀 那这里为什么有一个洞后来想一下 原来是这个他有一个橡胶的部分 压上去 这个洞就堵起来了 那他一开始来的时候是这样我在想说奇怪杯口有一个洞是怎样 然后他是双层设计的 这边这样弄起来打开 可以喝水 然后杯盖 因为有点半真空的我需要用力一下 处理一下 好我已经我要用两手才有办法开 他这边 杯盖的部分有一个橡胶好在这边 看到吗 这样子 然后去做一个真空密封的动作 然后这个孔中间的圆孔就是直接用这个细胶 压上去就可以了 孔洞就 跑不出来 然后再盖上去 这样 这是盖子的部分 那杯盖的部分的话可以看到 他里面有一个干燥机 倒掉 好他说这边要记得要清洗用中性的洗剂去清洗一下 还蛮深的啊304的 看起来像一体成型吗 也蛮像的 我开口是做的蛮大的一个 我开口还蛮大的900梦算蛮深的 给的我觉得诚意十足了算不错 等一下把杯套拿掉看一下 整个外观长怎样 然后我把杯套拿掉了 这样还蛮好看的 整个都是喷砂的 表面喷砂 没有那种亮光感 喷砂就 顾名思义 有点像消光那种感觉 这样还蛮好看的吧 底部没有任何标签 这边 就长这样 一体成型的感觉 然后 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有什么问题 欢迎留言给阿渊 阿渊觉得 光这个容量我就觉得很够了啦 其实一般喝水然后喝冰水喝凉的 这超爽的 超赞的 对 然后再加上当然这个杯盖比较 low一点 但是主要是瓶声 瓶声 杯声的部分 做的还不错 有那样的质感 那至于材质 好不好 那这是山羊工业的股东纪念品 大家记得去领取哦 我觉得还不错 明年的话 我可能 考虑一下看 股股票会不会 股价会不会往下一点点 当然要期待股价下来是 比较难 但是 也不是没有机会 股价本来就是上 股市本来就是上上下下 没有绝对说一直往上 不会往下 那等他下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多少钱可能跳到100块然后回到780 这也是有可能的 可能到6070就一个支撑的这都有可能 对那 不知道 买个零股吗 也可以假设他觉得他送的纪念品不错那就 买个零股然后参与一下他的纪念品 对那 这个 对 这个部分的话这个山羊工业是我妈妈买的 因为妈妈跟我说 做自动买的 没关系 OK的 我想说他殖利率不怎么样 然后但是我妈买在 20多块要去 你看现在几倍了 磁铁掉不下来 有了有了 好 20几块钱 几倍了 七八十有了吧 对不对 两三倍 但不用买的啦 都已经 这就是成所谓的成长股吗 三羊工成长股 你只要一档股那你开心呢就一直放 假设他今天我忘掉他今年发多少钱发两块 对 年就12年就本了 就归零 再来就 都是赚 这样 阿渊也会陆陆续续发表一些文 影片 说说自己想法 就这样了 拜拜 我是阿渊 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话记得帮我按 那就下次见拜拜 拜拜 对 都有 特别人 不要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